印度看到中国搞人民币本币结算去美元化 搞得是风生水起 那很是羡慕啊 但是这个办法 印度是根本是学不来的 他一无实力 二缺乏信誉 你说就他的卢比谁会要呢 为此印度还差点和俄罗斯闹翻了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咱们先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西方那边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俄罗斯最坚定的盟友是谁呢 就连西方都认为这最坚定的盟友 他不是中国 而是印度 你可想而知 这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多密切吧 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以来的 主要制裁的就是俄罗斯的能源 那这俄罗斯的油气呀 西方把它卡得紧紧的 那这时候印度一看 这机会就来了 一来是印度自己确实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也需要了大量的能源 特别是原油 另外一个呢 他可以啊从俄罗斯拿了原油的导手 卖给西方 中间能赚不少钱呢 印度的积极性就特别的高了 进行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能源交易之后啊 双方是差点给闹翻了 原因是两个 一个就是价格问题没有谈拢 印度呢拿了一些油 有些钱没有付款 然后跟他坐地讲价 这个搞得俄罗斯很恼火 但更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贸易失衡 特别是这个货币 印度呢就给了俄罗斯 一大堆卢比搞得俄罗斯非常的恼火 咱们看2022年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98亿美元 这个数字说起来不是很大 但是比他们两国之间以前的贸易那可是翻了很高啊 可是就这398亿之中啊 他太不平衡了 俄罗斯向印度出口了373亿 除了传统的武器呀 等一些机械制品等这些东西之外啊 新增出来差不多有接近100多亿200亿的金额呀 那都是这个原油款 而印度卖给俄罗斯的东西呢 你才25亿 你这等于是俄罗斯手上弄了一大堆的卢比 他买什么呢 和印度搞卢比结算的呀 还有马来西亚 不过马来西亚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样不对劲 这弄了一大堆卢比在手上 印度又不能提供这个廉价优质的商品 哪怕你提供的轻公用品吧 印度这边呢也不行 那这个马来西亚也挺头疼的 要说这个本币结算啊 它可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本币结算 首先你要有实力 你还要有信誉 你要有非常大的贸易额 而且呢 你还要物美价廉的这个商品 或者是很好的商品 别人造不出的商品都行 你要手上有些东西都可以 印度偏偏就缺少这么个条件 印度这些年的贸易总额 进出口贸易 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增长的也挺快 这个也是事实 你像在它的这个进口总额 现在已经达到了 每年3680亿美元的水平 而出口呢也增的挺快的 达到了2450亿的水平 说起来这真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是我们注意啊 它这个出口的2450亿里面 接近40%是做的服务贸易 你还别听这服务贸易 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但它实际上呢 就是为这个美欧国家打工 那你想想美欧国家 那不可能手上拿着一大堆的这个卢比吧 这肯定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印度现在真要想搞这个本币结算 它在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你就说我们搞人民币的本币结算 其实我们的根本目的 并不是说要这么快的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更不是说要跟美元对着干 把美元打垮了 况且把美元打垮了之后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好处 咱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 去把美元打垮 我们更多呢是防范未来的风险啊 其实印度它也是这么一个需求 大家的需求是一样的 可是印度就搞不了 第一呢 你要搞这个东西 刚才我说了 那你必须得有这个有实力 有家底才行啊 印度这方面是不行的 你看我们和巴西之间啊 这现在进行的全面的经贸合作 可以进行本币交换 巴西可以提供大量的资源给我们啊 这一点印度它又没了 第二一点呢 其实印度有很多地方 它是不靠谱的 它的信誉是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货币这个东西啊 有一种叫做这个信誉货币 这才是印通货 第二种呢 它就是银行发出去那个银行券 那银行券呢 根本就不值钱 莫迪上台之后 大家还记得吗 搞过一次金融改革嘛 他就是把这个印度的钞票 什么小额换大额呀 换这个金额 事实上就造成了 卢币的大幅度的贬值 这个好像来讲 对他的债务各方面是有好处了 可是问题是 你完全就把这个信誉给砸进去了 因此印度卢币在很大程度上 它就是一个银行券 它并不是一个信誉货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搞所谓的本币结算 到最后真的是搞不通的 我先把这种金融改革了 我先把这种金融改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